創世記第一章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於面黑暗 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上帝說 要有光 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開了 上帝清光為咒 清暗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這是頭一日 上帝說 珠水之間 要有空氣 將水分為上下 上帝就造出空氣 將空氣以下的水 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 是就這樣成了 上帝清空氣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二日 上帝說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 使看地露出來 是就這樣成了 上帝清看地為地 清水的聚處為海 上帝看著是好的 上帝說 地要發生清草 和結種子的菜疏 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類 果子都包著核 是就這樣成了 於是地發生了清草 和結種子的菜疏 各從其類 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類 果子都包著核 上帝看著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三日 上帝說 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就夜 作記號 定節令 日子年歲 並要發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是就這樣成了 於是上帝做了兩個大光 大的管就 小的管夜 又做眾星 就把這些光擺裂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管理就夜 分別明暗 上帝看著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四日 上帝說 水耀多多知生有生命的物 要有著鳥 飛在地面之以上 天空之中 上帝就造出大魚 和水中所知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 各從其類 又造出各樣飛鳥 各從其類 上帝看著是好的 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 說 知生凡多 充滿海中的水 著鳥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五日 上帝說 地要生出活物來 各從其類 生出 昆蟲 野獸 各從其類 是就這樣成了 於是上帝做出野獸 各從其類 生出 各從其類 地上一切昆蟲 各從其類 上帝看著是好的 上帝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做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生畜 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 做男做女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上帝說 看啊 我將遍地上一切結果子的菜疏 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 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至於地上的酒壽和空中的飛鳥 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 是就這樣成了 上帝看著一切所做的 都甚好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六日 湧血本身 ный需要 湧血本身 林泡雞 明白的水分 成長得滿地的水分 小段垃圾 來,吃火黃由生命 吃火黃由甘衝 起火砧三百月